第七季中 罗兰肉搏射牛生存百天 第八季中 克雷力情驼鹿永夺冠 本季已有两位选手遇到黑熊 不知大佬们能否放到一头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鲁斯已经饿得吃起了蚂蚁 一口一个鸡肉味噶甭脆 蛋白质更是牛肉的几十倍 只是蚂蚁的肉实在太少 没有几万只怕是吃不饱 它只能外出寻找其他猎物 虽然没有遇到黑熊和驼鹿 却捡到了昨天丢失的松鼠 样子像被其他动物啃食过 但鲁斯对此并不是很在意 认为只要煮熟就没有问题 毕竟在野外搞点肉吃太难了 它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快躲移 这一刻满足的不仅仅是味蕾 还温暖了它那即将动摇的心 就在鲁斯疯狂拒绝蛋白质时 其他选手还在浆果地里忙活 米娜把采进来的浆果去皮后 才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嘴里 真的是精致女人干啥都精致 这也显得韦德粗暴了很多 不管大的小的通通摘下来 就连树叶都不放过 一股脑袋打包带走 但是再多的枪果又能坚持多久呢 在这里只有蛋白质才是王道 显然伊娃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她拿出了珍藏的鱼网准备捕鱼 只是这网怎么看都是一次性的 真搞不懂这些人是如何选取的装备 而米娜更加神奇 她既然没有选择渔网要自己编织 我本以为她是节目组找来的花瓶 没想到还是位隐藏的生存大佬 她的渔网主打的就是精致耐用 而米娜这么小心也是有原因的 只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和男朋友用了一个过期的气球 结果BBQ了成为了未婚妈妈 最让她生气的是 那个渣男跑的影子都没了 自从经历了这样的意外 米娜做事就变得异常谨慎 发誓不会放任何一个蝌蚪过去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是艾伦 对这镜头说的第一句就是 艾伦有着多年的林业管理经验 对各种植物的习性了如之少 像这种僵果并不能提供热量 采集它们纯纯是浪费体力 而她的目标是这种三叶草 不仅能解腻还有饱腹感 艾伦本有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但女儿生病让她亲近了所有 这次挑战无疑是个好机会 只要赢下奖金 就能改变现状 艾伦摸着脑袋放下狠话 然后继续拿着袋子收集浆果 很快她在地上发现了奥利给 用斧头扒开里面还有热气冒出 很明显她的主人就在附近 艾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四天 这群菜鸟们终于有所改变 连房子框架都立不住的艾利 也成功地搭建起了庇护所 看上去还挺牢固保暖的 其他人也开始忙碌起来 钓鱼的钓鱼 下网的下网 慢慢展现他们的求生本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